今日的AT 個股推介是同程780 簡選原因是 促進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環節 其中旅遊消費對交通、商業、餐飲、文化等產業 都有明顯的拉動作用 還可以促進信息諮詢、文化創意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值得關注 股份留意先上旅遊與訂平台同程旅行 同程旅行的數據顯示 與疫情前的2019年春節假期比較 今年春節假期同程旅行 平台國內機票預訂量增長129% 汽車票預訂量增長230% 火車票預訂量增長18% 先上出行預訂量大幅超越2019年 五一 五一遊預訂亦有起息 截至2月28日 預訂今年五一假期內地整體旅遊訂單量 已較去年同期增長150% 就位於旅遊出行復甦 市場預期同程有望在低基數上實現高增長 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同程2022年預料的虧損是2億2千萬人民幣 2023年預料是虧轉型 賺7億7千萬人民幣 2024年進一步增長 59%至12億3千萬人民幣 策略上同程星期一收報16.82元 形態突破短期下降軌 策略上可以後十天線 即16.2元附近吸納 目標在1月份高位20.4元 韓國綜合券商對同程12個月目標價的預測 是21.7元 潛載升幅由29% 以初二月低位15.2元便適宜減遲 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